2016年10月30日上午 天师集团李金元董事长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亲切拜会了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孔黛先生 以及几内亚外交部长马卡 国务部长卡索里·弗法纳 总统资政与投资顾问及能源部长一行等几内亚政要 同时还分别拜会了几内亚总统夫人杰内·孔黛夫人 双方就中级两国的经济发展、贸易投资、市场准入等商贸合作 进行了友好交流 并畅谈中级两国民间友谊与发展 李金元董事长表示 天师集团以健康人类服务社会为己任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 促进文化交流、提升文明 推动国际和平与发展 未来天师事业将全球覆盖 天师数字货币汇通天下 希望双方能选择好的经贸合作项目 天师将加强在几内亚市场的投资力度 为几内亚的经济发展、人民健康以及终极两国人民友谊 做出应有的努力 总统非常赞赏天师集团和李金元董事长的战略发展规划 表示天师作为全球大健康产业的优秀企业 相信在健康产品和基础医疗方面 双方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孔代总统盛情邀请李金元董事长 在不远的将来到几内亚实地参观考察 加深对几内亚投资潜力和发展的了解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将能看到天师集团在几内亚发展和投资 并祝愿天师集团基业长青 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取得更大的成就